曲女士两年前怀孕 因为胎儿过大 怀孕后期肚脐一直鼓着 当时没在意 以为生完孩子就能回去 结果一晃两年过去了 肚脐还是鼓着 而且经常感觉胀肚腹痛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体检中 医生提醒曲女士 这是奇善 都以为是怀孕男孩 然后肚脐吐出来 然后没以为是这个奇善 然后后期等着那个肚子恢复 一直也没恢复进去 成人奇善一旦出现 如果不及时治疗 不仅不能自愈 还将继续增大 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 从上滑鼓吐的东西 是腹腔的一些网膜 或者肠管 如果说肠管 如果卡在这地方的时候 就可以造成肠管的看顿 造成肠子的坏死 或组织的坏死 那就可以严重的时候 可以危及生命的